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赵大哥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他从之前租的那个17平米的小屋子 换成了如今50平米的公租房了 房子下来了 然后呢 你节目播出之后 好几个大姐都相中你了 就双喜临玩是不是 走 李永远向你家看看去 走 宽敞 真挺宽敞的 多少平 50平50.43 这壁纸啊 什么的地板 门人呢 都是进来的时候 都准备进去 都有 我就进入房子就住了 这家都大 刚大了 这嗓子哑了呀 你就一点上 能不能不着急吗 上过嘛 上过 嗓子就哑了 那 没什么 就我一个眼就说 就一个 没事 大哥 我正能看见我了吗 我就是 把你这个事儿给你 争取给你搞定了啊 还真挺好的 申请了四年的公租房下来了 节目播出后又有喜欢她的人出现了 赵大哥最近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啊 家住吉林市的林淑云林大姐 就是在赵大哥节目播出当天 第一个给红娘打来电话的人 上房 别别别 林淑云林大姐呢 林淑云60岁 两段婚姻 居住地吉林市 退休机1800元 公租房47平米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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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这是山楂和红枣啊 你这是给我准备的 还是给大哥准备的 欢迎大家 再一个是欢迎赵先生 哦 尴尬好了 欢迎赵先生 不是说我以为是为了给红枣 第一是欢迎 欢迎朋友啊 第二是欢迎赵先生 首先是欢迎红娘 但你最重要的是啥呢 这一块是给赵大哥留着的 是不是啊 对 刚进林大姐家的门 红娘就被地上 用山楂和红枣摆出的欢迎 两个字给吸引了 林大姐告诉红娘啊 自从她给我们打完电话之后 每天都在盼着红娘 把赵大哥带过来跟她见面 终于确定了今天相亲 她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 这全都是给赵大哥准备的啊 对 全都是给她准备的 这有什么 这就是生活当中是五彩的一份 这是五彩兵粉 这个呢 这个象征着团团伙伙 也是五颜六色的 这还有两个小甜品是吗 这是两朵玫瑰 也是社会赵先生的 这一身代表两朵花 这我做的都是有意义的 这一朵花 这是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 这太有才了 大姐你啊 从进门的欢迎仪式 再到寓意颇深的每一道菜品 林大姐这得是多喜欢赵大哥 才会做出这么多心思巧妙的准备啊 你精神啊 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你是不是老先 老先赵大哥了呀 是啊 老相拥他了呀 对呀 就是说他这种生活方式和我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 我看你这今天也是特意选的一身红吗 我平时就是这样 就是这种着装 我要让你们看我这个服装 来 这就是普通的服装 就是夏天的 夏天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裙子 这个也有几点是那个那边 大姐 你是我见过的衣柜里边 颜色最多的 鞋我也好多呀 这是咱平时穿 就是冬天的鞋了 这是咱平时冬天会穿出去 对呀 有露的那种鞋 里头的一下 这是冬天的服装呢 就像这似的 这都是冬天的 哎呀 天哪 你这家的衣柜还得按季节分 对 这么穿好好找啊 对 春夏秋冬的全都分出来了 对呀 你这整个的衣柜全都是你的 对呀 这整个的都是啊 林大姐跟红娘说 平时她的穿衣风格就很多遍 身边也经常会听到很多质疑的声音 可是她始终坚持做自己 她觉得做人就应该要活出一种 无惧别人眼光的自信劲 她搁的长头 我喜欢呢 你也喜欢啊 我特别喜欢呢 发现我耳上吗 你也扎了这么多的耳朵 看啊 我钱 什么时候扎的呀 我这个这两个是刚实行 扎耳朵眼的时候 跟那种痘 粘的 林大姐清楚地记得 在电视上看见赵大哥的第一眼时 她的长发 耳环 还有她张扬的穿衣风格 林大姐就像在赵大哥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样 赵大哥的一切 自己看完电视 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那么自己的情况 也得让赵大哥 好好了解清楚才行 我是做宝洁的 我做十多年了 十七八年了 年轻时候是在煤厂 过去那时候没有乘舌 都是船没上座 就大板销 一点点船 船成大堆了 那拍成那个梯形的 完了他妈就是干我 那大板销又小一点的 那我拿个小点的吧 我说同样干我 同样挣钱 所以咱也别来小的了 就大了吧 早干完早立所快点 我就是想做个女强人 后来买断以后下岗 就首先做宝洁 我就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正常应该退休了 都在家看孙子了 看外孙子了 但我现在还是做宝洁 一个女人的坚强和勇敢 都是在无奈中被逼出来的 林大姐说 怪就怪在年轻的时候 自己嫁错了人 选错了狼啊 第一个是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反正那 就是跟他生活的三十四年吧 跟他生活到三十四年了 一天父没想着 一天父也没想着 他什么都不做 我给他买的就是 前面那种三轮摩托车嘛 我都给他买了 但是他就是 三天打鱼 两天摔瓦 干了 干了那个三天两天 一休就一个月 俩月 甚至后就达到一年半的 我们就是老吵 老闹 三天一小打 五天一大打 我们是两天一小打 三天一大打 就天天吵 站在那个窗户就开始骂 你都不知道这事从哪来的 他也动手啊 那我这个胳膊 让他都打骨折了 就这个 就头两天要阴天那两天 那疼的我就捧着就这胳膊 就打到那里 就做那毛病了 包括人家还都能说 我爸他叫 是叫更年期干 我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更年期 我们二十多岁 他就已经说他那年二十八 我那年二十六 这些年 更年期也不能 差不多也该干啥吧 一直都是这样 林大姐说 自己的想法还是很传统的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丈夫不赚钱 自己就打好几份工 来维持家庭开销 丈夫对自己非打即骂 为了孩子 自己也都一一忍下了 这样的日子 林大姐一忍就是三十四年 我要求的不要求的 不需要你大富大贵 我就要你能理解我 能懂我就行 将就到孩子从小学到中学 从中学到成家 到成家有孩子 一直将来到孩子生下来 就觉得生活不能这样 是去折磨自己 接下来说能过就过 不能过呢 咱们就散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一个真心 懂自己的男人就行 五十八岁的时候 林大姐终于想明白了 要为自己重新活一回 毅然决然地离婚后 林大姐终于在一年之后 遇到了这辈子 对她最好的那个男人 这是从我朋友介绍 我就愿意现在我这个嫌人 他这人吧 对人吧 对我那是真特别特别好 他天天跟我说宝贝媳婦 就不管跟任何人都说 宝贝媳婦什么呢 宝贝媳婦啥地的 她说我一定要给你打造这个屋里 让你看着觉得温馨 她为我做了好多好多 看着我就现在这个家 这就是她的家 把所有贵 她给我打一两面 照两面的 再包括这屋 全都是我的东西 全都是我的服饰 你想咋办你就咋办 你想穿你就穿 你想买你就买 什么她都可我的 林大姐终于遇到了 那个每天都把自己捧在 手心里呵护的男人 也许太过恩爱的幸福 连上天也会嫉妒吧 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没多久 意外就发生了 我们才相处了八个月 她就突然心梗去世了 我们那玩手机呢 都跟她聊天人 她突然就一摘了脑袋 就没了 玩回到家人中 就来不及了 那就一口气了 那就没了 直到那时候我都要疯了 我一个来月 我没过去那个劲儿 丈夫突发心梗地骤然离开 让林大姐期待幸福的那颗心 再次落了空 丈夫走后的这半年 林大姐每次回想起这些幸福的点滴 她都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 她不过就是想找一个 能陪自己相复到老的那个人 怎么就这么难呢 你好 谢谢 欢迎 终于见到大哥本人了 是不是 你好 应该给我叫了 到春季 这个大姐我正式介绍一下 林淑云 林淑云 拖手吧 你好 你好 咋样这个欢迎仪式 特意为了欢迎赵大哥 然后有说到的 是不是 说说 咱说这个营吧 这个用这个大早 愿赵先生早日 来到这个家庭氛围内 哎呀 这种这些菜呢 这是我生活当中的五颜六色 这是七彩缤纷 这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的 就是这种发自内心 发自五彩 白颜色的生活 这就是手动作 这今天喝的咱们包点饺子 喝点面 五颜六色 五代表五腹宁门 今天赵先生能来到这个家庭 五腹宁门 这个我是暂时打算先要包 一样十个 十全十美 这就是活的自我 这是活的自我 这是艺术形象 很好嘛 男士还有这就是这类型的 符合我的条件 衣服跟你俩有一样的 耳环你俩每个人都一样 一样五个人对 然后还有一点 大哥他就觉得你的藏头发 盖姐特别喜欢 她的所有的爱好 所有的我都喜欢 让我心言一动 心言一动 突然心动了 因为我们一样的太多太多了 我是百分之百 现在是对赵先生是应可的 但是不知道赵先生如何 林大姐满心满眼 对赵大哥的欣赏和喜欢 红娘在一旁感受的是真真切切 可是面对林大姐的热情表白 赵大哥这边的反应 就显得有些冷淡了 林大姐之前的担心果然应验了 赵大哥明确地跟红娘 表达了自己喜欢 长相大气富态的女人 这跟眼前林大姐 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 看来今天的相亲结果 已经显而易见了 能导致我心里很少 这一句话就是没感觉 即使林大姐这么喜欢你 这么认可你 这一刻但是我没感觉 关键的 有一段就失败的婚姻 我就是这次走出这一步 可就是这一位子了 不能说我这要过三年两天 玩家这样的婚姻 那往来我在这一旁换了 反正小先生你这是 灯门来个就是你 反正我就是这一堆一块 不知你何意 那个行不行的 那都没问题 行的咱们就往前走 不行的咱们做个好朋友 打天上说点话吧 这缘文没到咱旁 那个满不带已经在嘛 过瘾不成 咱可以交换了可以的 这是演员 这个实在是对不起的 也希望能找到你那个意中人 希望能找到你那一种人 能跟你俩同甘苦共和难 在感情上 不愿意拖泥带水的赵大哥 直接就跟林大姐 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林大姐嘴上 说着祝福赵大哥 其实她的心里 还是十分难受的 不做夫妻 咱们做个好朋友 做个好朋友 握握手吧 能不能给我们俩照一个 好 这牌子还挺好看的呢 这就是我干大姐了 好 这是干大姐 我还没姐呢 行 好的 看这儿 一 二 三 崔洪 五十八岁 离异 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两千四百元 两套住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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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主动呢 这么热情呢 啊大哥 什么情况 换鞋吧 没啥都换鞋了 那我 是不是 还是正式介绍一下吧 好 这个之前 崔洪崔大姐是看了你的节目 就是跟我们打电话的 这个就是赵春杰 赵大哥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 崔洪 崔大姐 你好 那对 握握完一首了 听不看 咱握完也行 握完 现在都没号的 那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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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呗 这个我一看 有眼缘了 哎呦 完了 这个就都止不住了 据说喜欢一个人 眼神是最藏不住的 从赵大哥脸上 只都止不住的笑容里 洪扬似乎看到了 未来他幸福的样子 你看这本人呢 头发长不长 这还行 我不介意 我从小时候留头发 就没留过这么长 就到腰就不长 对啊 那对男人 留这么长的头发 咱 无所谓 能接受吗 无所谓 我觉得无所谓 这两半是大耳环 你喜欢吗 不带呗 没有啥呀 我也喜欢 我没带 左脸又看了 左脸唱不到 我啥也不会 跳舞唱歌啥都不会 啥啥都会 大哥不久 好 别紧张啊 太高兴了 这摸号了 摸号了 崔大姐的掌瞎和气质 完全符合了赵大哥心中 理想型的标准 心动了的赵大哥 也变得格外的主动起来 眼看着到饭口了 虽然搬家条件简陋了些 但是赵大哥还是手脚麻利的 赶紧整了两个菜 招待一下第一次上门的崔大姐 听到崔大姐提起女儿 赵大哥突然间变得不自信了 对于崔大姐对自己的认可 她很高兴 可是万一 崔大姐的女儿接受不了自己的形象 岂不是让崔大姐两头为难吗 你这形象我能接受 我估计他们也能接受 我女儿就曾经跟我说过 妈你找一个 只要她对你好我就会对她好 我想找的另一半呢 就是说野人那赶紧利索 就是说觉得丑得有演员 之后你有房没房 这个跟我没关系 就住房咱也能生活 就是说生活呢 以后在一起呢 公职就放到一起去 我有啥咱先说到前头 我那节目都看了 就是说你觉得我有演员 咱俩就先触触 对于如此优秀的女人 主动给自己递来的橄榄枝 赵大哥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崔大姐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在给赵大哥 吃了一颗定心碗一般 自从上了原来不晚这个节目 自己身边的喜事 就没断过呀 人家说话透了 做什么事都透原来 人家随心就躺着 都放心 这个有点玩了 心动了 动了 都冒画了 先干一个 先干一个 这么干脆吗 就俩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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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看了大哥的节目 大哥就啥也不看 就看演员 行的话俩人就这么干脆 就出来了 对 这又出来了 其实还有啥味 火车都提速了 今天大哥 你算是真正的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 干一个 感谢你 感谢我们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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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云峰 69岁 丧偶 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5200元 住房面积70平米 少大哥的家 就住在长春市朝阳区 同志街与明德路交会住 少大哥说啊 别看自己现在住的是 三十年前的老房子 但是第一段好啊 这边吧 是明德路小学 这边那个集大金大学小学 对 我想说 这不学区房吗 我前边那楼就是市图书馆 这属于双学区是不是 对 对 这楼老火了这块 都是我们学区 现在这学区房 一元多少钱 一万五左右 一万五还行 这房子我准备不要了 我就不想住了 这地方把人卖了 房子也卖了 我都没收拾啊 跟你说 你们随便就进来 老式房子吧 就是这个房间的特点是 房间大 窗户大 照一般的房间吧 都是大 都是有一个半大 你看到没有 就是不想住 不是说上海南 我找个老伴是啥的 找个老伴上海南 上海南出去 打算找个老伴上海南 是不是 把这套老房子卖了 再找个老伴 一起去海南养老 是邵大哥 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八年前 从极大医院检验科退休后 邵大哥就过上了 安稳的退休生活 一个人的时候 他经常会回想起 自己年轻时候的 意气风发 用邵大哥自己的话讲啊 当年他这么优秀的个人条件 那是多少父母眼中的 好女婿的最佳人选啊 所以在选妻子方面 他自己也是很慎重的 第一个条件 他家庭必须好 为啥呢 我有个哥有个弟 他们都结婚了 都没有房子 我父母都是工人 我从小干我们家里 挺特殊的 就是好像工人家庭出身吧 就好像对工人家庭 这个环境方面不适应 其中一条 这个不顺口那个 这么地的 反正嫌了大了 我妈说 你的事那么多 邵大哥跟红娘说 虽然自己出身于工人家庭 但是他骨子里 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命运 28岁的时候接人介绍 认识了出身干部家庭的妻子 尽管从外貌到学历 邵大哥心里都不满意 可是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也都别人都看了 不想不查吧 差距比较大吧 表面带我去向他家庭 他在干部家庭 没所要 但是没学历我也考虑 没摆得个人问题 个人条件当主要问题 那当时他家肯定也相遇你了 当然是了 首先那小伙一进门 对不对 他就没啥说的了 现在你看我这样 你看年轻还能差哪去 就是那个自己的 那个同志都是笑了 虽说妻子无论从学历 还是外貌上 都和自己理想中的差距甚大 可是考虑到自己没有房子 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邵大哥权衡利弊 还是选择跟妻子结了婚 可是婚后的生活 并没有邵大哥想象的那般美好 成家到现在也好 我基本都是我自理 有媳妇要不跟没媳妇一样 他喜他的 就是这一点方面 就考虑考虑 他做饭统一做统一吃 但是他做那东西 儿子不吃我也不愿意吃 爱人这方面 也是一定有优点 对不对 家庭好的学士好的 脑袋聪明 虽然妻子在家务 和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方面 让邵大哥很不满意 可是想想 毕竟当初自己 就是奔着妻子的家庭条件去的 所以邵大哥 也就不再奢望更多了 婚后的头十年 小日子过得还算说得过去 可是自从妻子四十多岁 从钟表公司下岗之后 他们夫妻间的关系 顿时就急转直下了 四多岁不工作了 他自己自暴自己 什么玩意儿 怎么说吧 反正好高无远也好 啥也好 我就是干脆不行了 你都是努力 我那时候活得老 学得老也好 啥也好做 那专业工作一直是不能停止 就五多岁我还 在学历方面怎么学习 怎么进取 怎么进去 支撑 我们一直是努力的 我是慢慢 我是从小这样出身第一 但是慢慢就是 一直是不断地努力的 到退休的时候 我还一直是努力的 他那个就是出身 搞完以后 不但没保证 慢慢往下坡走 他就是呆完 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家里也不管了 今天要闭谷 明天要出家 明哥这我说的都能懂吧 所以说邵大哥 心里十分不满 妻子下岗后的 安于现状和不求上进 可是转念想想 毕竟他和妻子的出身不一样 他也理解妻子从小到大 就没在逆境中生活过 人到中年 突然遭遇下岗的经历 心里肯定接受不了 如此大的落差 也就任由他去了 可是没想到啊 久而久之 妻子整个人 从心里到身体 全都垮掉了 这小到尾处 功继失调症 我从三年 六年吧 六年 那是 那谁伺候他呀 头三年 我跟这儿伺候他 我三年 我也整 给我整到住院去了 完了一看 我经不放松了 我跟儿子说 我说你妈不行 我说我在住院 我说你得一心管二 就管俩人 给你妈上养老院去吧 就这么样 第三年头上上养老院 在礼拜里八年头上 二月份 对 妻子卧床的那八年 邵大哥经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了妻子最好的照顾和体面 妻子走后 身边总有给自己介绍老伴的 可是邵大哥都不满意 比如这段时间有人介绍 根本不行 不符合我 傻人是接受就傻人 你工人 你是不是接受跟前都是工人 我说贵家不能考虑 我第一标准就是有学历 不是有学历 所以说错了 有素质 没有学历不等于没有素质 我目的是啥呢 有共同语言 有素质 必须有素质 是邵大哥 反复跟红娘强调的 一条很重要的择偶要求 同样家住长春市的 唐云珠 唐大姐 对未来的老伴 也有着同样的要求 唐云珠 唐大姐 是吧 是的 是的 来 请 穿起 好嘞 好 唐云珠 61岁 林毅 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3000元 住房面积50平米 红娘刚把鞋套穿上 还没来得及跟唐大姐 说上几句话呢 就被唐大姐的妈妈 拉着手拽进了屋 她似乎有一肚子的话 要跟红娘说 刺激太大了 她不告你了嘛 她会刺激太大了 就不想走啦 我说那能行吗 我她这一次 我给她生气 生多少气啊 她来打应 你着急了是不是啊 我着急了 我今年都已经86了 我又不是我 我说我妈 当大的眼睛比不上 我听说了 你们挺认真的 所以我特别感谢了 真感谢 没事 没事 唐大姐的爸爸妈妈 都是上海人 1953年 一气建厂时 来到了长春 从此就扎根到了这 转眼就到了 唐大姐谈婚论嫁的时候 她不知道 当初自己一个错误的选择 竟然会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 话说起来就长了 我只能跟你讲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因为当时年轻 当时介绍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 她呢 就是说从外表 外相来看呢 也是很帅气一个小伙 戴富眼镜 好像也挺有文化 就是说 那个求知的欲望 也是觉得好像 也很有上进心 没考虑太多 也没考虑就是说的 两家 就是说生活习俗啊 还有就是说的 那个就是说 文化修养这方面呢 没考虑这方面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 结了婚 都是跟婆婆公公 在一起生活的 83年12月18日 我生了我的儿子 作业的时候吧 正好感染我妈 那时候就被查出来肺癌 满月之后 我就跟爱人商量 我说回家去看看我母亲 我母亲灿灿巍巍的 给孩子买两个花拉瓣 等到回家的时候 这时候 我的爱人就开始 就上了就要揍我 我母亲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只不过是一次 最普通不过的回娘家探亲 可是丈夫回来 就要对自己拳脚相向 这让唐大姐百思不得其解 几番细问之下 丈夫说出的原因 却让唐大姐更是 赵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说我们家不会 不会办事不懂事 我说怎么不懂事 然后她说出来就说 没给孩子光一光线 线上扎一打钱 我这才知道 那你们南方有这个习俗 没有 我不知道 不懂 就这样 就是矛盾越来越激化 我们两个离婚发展到 就是这么严重 是我的婆婆拿出 当时就把户口本拿出来了 就说我们家不会办事 就不懂情理 拿出户口本 让她儿子必须要跟我离婚 当时唐大姐的儿子 还没满周岁 婆家上下 就逼着她必须离婚 如今再回想起那一段日子 唐大姐觉得 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 因为普鲁契的话 明政局是不给离婚的 我的男人 他也是 就是说是脾气很脏性 就是因为我这个 没给他出手去 不分青红皂白上了 就是一端打 我躲到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邻居家里面 我都不知道是楼上还是楼下 就这样 落下来的 腰椎骨折 唐人能有七八年吧 从楼上摔下来的那一刻 唐大姐的人生 也如同坠入了谷底一般 当时前夫因为虐待罪 被判入狱三年 美满周岁的儿子 也被婆家抱走 从此再没见过 坚强的唐大姐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才把自己完全支离破碎的生活 重新再建立了起来 我要站起来 我要把我失去的挪回来 怎么办 所以就要克服一切困难 当我90年能够就是像正常人一样 站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有这个机遇 考虑上了这个大学 我给你看我那个证书 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信念 唐大姐不但站了起来 还重新上了大学 换了新的环境重新开始 这么多年 身边也不乏有优秀的男人 想要靠近她 可是唐大姐 却始终不敢再迈出那一步了 可以说是个遗憾 但是母亲这么大年纪了 就是说她很担心我孤独的 就是自己在这个世上 就度过人生 早就是说彼此之间 相互能够扶持 互敬互信 我想找到真爱 我这一辈子没有真爱 可以那么说 真爱 来 你好 你好 来 进进进 请进 我就是介绍一下 这是邵云峰 邵大哥 然后唐云朱 唐大姐 你俩好巧啊 中间都是名字 是不是 你好 你好 你幸会 我就想就是说找一个呢 就是说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对 通行答理 我能够就是有个肩膀依靠 当我遇到就是说是难处的时候呢 就是说能够聆听我的倾诉 并给我温暖 那是必须的 那是必然的 并给我温暖 那在这老伴也好 那爱人也好 那必须有这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 我们跟爱人有矛盾 有没有矛盾从来不打不骂 那我们这个老伴 他根本就对家人不负准 都是我经营的人 他都是不管 像男的的 我像女的 他像男的 我们从来给家 啥也不干 就从来上公园玩去 过气的 就是没打的 一直动手都没有 就被吵 说你怎么走 他不知事 那么我现在呢 主要就是说我父亲走了 走了就剩个老妈了 我母亲现在86了 因为我单身嘛 这样的话 我就把母亲接到我身边 但是现在呢 就是问题就是说是 对方必须要接纳我母亲 我不能就说我早了伴儿之后 我就把母亲抛开了 我可以考虑这事 可以考虑 唐大姐说 自己之所以会选择 在相亲时 当面问邵大哥这个问题 就是想知道 南方最真实的想法 行 那就再见吧 再见 抱歉 没事没事 不要紧 李嘉惠 64岁 李懿居住地长春 退休金2400元 住房面积90平米 你小屋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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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住在哪儿呢 北京一个 北京是老二 上海是老大 就是长春这一个 刚见到红娘 性格实惠的李大姐 就把自己的个人情况 一股脑袋 都跟红娘介绍得差不多了 她说自己这个人的生活 就是很简单 按部就班地工作结婚 婚后又生了三个女儿 原本以为 平淡简单的生活 会一直继续下去 让李大姐 万万没想到的是 正因为自己 生了这三个女儿 日后竟然会成为 重男轻女的丈夫 出轨的最好理由 她为了要儿子 这是一句实话 为了要儿子 当时我们那个家 条件也特别好 完了之后 她当时就是 女方已经婚姻了 但我知道这时候已经晚了 她自己出去租房子 叫我逮住了 完了逮住以后就摊开了 摊开了这个就进我家了 直接就是 就把我家领了 就是你们俩一起 你们仨过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 她实际就是逼我出来 啥就那么过言 那就逼你呗 不要房子就出来 我把我精神出户走的 之前一直把家庭 放在首位的李大姐 最后还是没能守得住 自己的幸福 好在命运从来都是公平的 离婚后的李大姐 反倒活出了 属于自己的精彩 离婚以后 做本财生意 往来挣了这房子 那天能 本财挣钱是咋挣呢 从厂家收来的货 往来卖完了 把本钱给人家 往来剩钱是你的 那天都那样啊 要不然我做不了 我没有本钱呢 我啥没有啊 往来就这么做起来的 我就是在想 我拼出了个房子 我有孩子有我 有家 孩子回来这是家 就这么想的 没别的 完了后来就说 为啥没找 就是觉得是 为了三个女儿 这个现在啥 咋心里找呢 岁数大了 如果说头疼感冒的 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 但是孩子呢 是孝心 但他有他的工作 也还有家 找一个就是有真心的 最起码 我不推他有房 也不推他有 你医生里有疼有热 是不是 就是两人就和个伴 我那就是说 两人那就是以后生活 那就是旅旅游了 冬天在海南 夏天在家 在这边 就想这么过 我就想这么过 那大哥在长春那里 还有房子咱也不去 不去 我不去 就南方必须得来咱家 来咱家 在长春和海南 都有房子的李大姐 对于南方的物质条件 并不是很在意 他只求这个男人 能对家庭有一份责任心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来来来 进来进来 进来 来来 不成敬意 我都马上带飞 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 我先进去介绍一下 就是邵云峰 邵大哥 李家慧 李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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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要求对吧 也挺高的 生活的情趣方面也挺高 我是唯一体育 我都挺爱好的 我念你说 跳舞不会 打麻将不会 我教你跳舞 我教你跳舞 不会 就完了 不会 真的 你别看我 我跳舞行 我不会跳舞 我外表不行 那个唱歌跳舞吧 我都教了一批一批的 你看 是啊 本来邵大哥的本意 想在李大姐面前 多展示一下自己的优点 可是红娘却注意到 听完邵大哥的一番话 李大姐脸上的表情 明显就有了些变化 大爷她说跳舞 当时我心里头有点变 因为跳舞的人 要是真就在那个舞厅里泡那人 真就不正经 因为我头一个就用这方面 离了嘛 是不是 所以那就是 也心里头也有点 叮音一下可以 接触接触 接触接触 我说话都不留点余地 这玩意发展可以 接着接触 把信息都留一下 你看你 可以接触接触 以后发生再看完的话 你在这里会有矛盾 找个功能点吧 邵大哥的提议 也正好符合了李大姐的心思 他觉得 既然今天见面后 彼此都认可了对方 还是得去李大哥家里 认认门比较好 不用 一点不要你拿 绝对不能拿 是 这是我的心意 就是你们 不是我现在 这都是预备完的了 预备完的了 不要不要不要 不行 不得我拿着 你拿着不行 我拿着不行 不行不行 我拿着 我得穿棉裤这都行 我坐一会儿 穿着劲 迎后迎后 再进屋 来进屋再看一看 这凉光是挺好的 嗯 这个都是这老四儿的东西 都是都没淘汰 也没啥的 你老板也能吃 刚也刚回 我就准备吧 就是办新房以后 都不用了 吃完的 好 对这个我不在乎 他啥样我都不在乎 就这个我 我也不想来 也不住 我只要看一个人 他人好 对我好 都无所谓的 那就以后慢慢处吧 行不行 对 行 这门我也令你认了 行 谢谢 感恩